那到了凤塔以后有主敬 更瞧不起军人 给动不动一圈 就有一个比较厉害的军人还被他杀掉了 这导致整个民族的上午精神的堕落 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恢复我们自己民族的精神 孔子连他自己的祖国都没有保住 怎么可能拯救世界呢 所以说西方人 要不说那个网友就说 你根本忽悠不了西方 他们相信克拉斯艾维斯说的话 你想和平吗 你想和平你就要准备参战 剩下是我个人的一些思考 对我们要有这个整体的 我觉得我们目前这个处于这种情况 从总体来讲就是又乱 又没有乱 处在一个这种苗头上 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形式 在这个时候 作为整体国民应该意识到这个问题 应该有全球的 全球战略的宏观布局 作为一个美国的崛起 现在很多人都在学习美国 说美国的崛起 谈美国的崛起 美国的崛起 它的崛起就像一个同学员一样 先设计一个合理的制度 减少内部的摩擦 凝聚全民的力量 相外辐射力量 先周边后要地 往外走 要和其他的 要大战场意识 和其他的战略力量 形成互动 半种支持伊斯兰的这个力量 利用反恐的名义 收拾我们国内的恐怖分子 同时 这是还是我立足的 前面我也发了一篇文章 中国应该携手日本 推进东亚共同体 我对日本很警惕 但是我觉得现在我们中国应该支持日本的这个努力 让日本分担我们的压力 免得日本 免得美国老是压我们 支持这个南约 鼓励欧洲自立 变三大战场为五大战场 美国只有在对付新敌人的时候 才会把中国当朋友 就像当年他为了打本拉登 为了打伊斯兰世界 跟我们中国搞好关系一样 中国真正的占领机遇期 不是等来的 是我们运作来的 而在这个机遇期 我们要做好作为国家 这个战略部门 作为这个设计人员 要搞好几个整合 一个政治整合 我觉得我们目前这个政治整合 还目前出在 你看跟港澳台这一块 是不同政治文明 跟新疆西藏这个地方 是不同中间信仰 我们国内还有不同的利益阶层 要找到一个共同的价值观 搞到一个这个政治整合 我对我们国家目前的这个分析和研究 我认为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状况呢 基本上出于一个几大互不兼容的体系 思想理论上的共产主义 经济建设领域的资本主义 行政管理的官僚主义 精神道德层面的辱教主义 就像一个电脑装了四套系统 互不兼容 所以这个电脑运行起来就很麻烦 还有一个版图整合 经济整合 最后是新军整合 十年之内就有危机 免有机遇 就是一旦要我认为要一旦碰上别的国家 如果先与中国开战 中国一定要抓住机会 出几难 斩断美国对中国的这个战略包围 要有这样的凶心 为了迎接国家复兴的机遇 我们必须要以空心的紧缚感改造中国军队 这也就是我在 顺顺狼言和其他这个书里面 一直在写的一个东西 一直在鼓吹的东西 就是我认为我们中国现在这个武装力量 过于强调防御 就像一个人背了那个三面盾牌一样 有核武器 世界第一的常备军 还有这么多的武警 还有地方军 还有民兵 这么多 都是在那防备人间入侵 怎么可能有人入侵你呢 仅仅军用原子 那就不会有人入侵你 对不对 这我觉得我们对这个国防经费 大量的浪费 未来要来的这些敌人 全都是从空中来 从太空来 网络来 子来炸弹 我们这么多军队 基本上没什么用处 改造 改造我们现行的军事体系 我认为我们现在 目前的这个变革有点慢 上次这个就在这个 环球时报这个论坛上 我说了一句话 我说当时很多人就说 我们三十年 取得了很大的军事变革成就 我说我当兵正好三十年 我说我感觉 我感觉到我们变革的最大的成就 就是换了三次军装 我说为什么这么说 我说我们比较一下 三十年能干什么 我说我们比德国吧 德国一九一八年战败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 被解散 国家被打成一片飞墟 军队从零开始 但到了一九三九年 一支崭新的德军 几乎横扫了全世界 仅仅二十一年时间 我们的欺骗总比德国军队强多了吧 为什么我们三十年变革 还不能说超过现德军当时的程度呢 我一提出这个问题 上海那个黄仁伟 这个我可以点名 因为他是这个上海人 是属于这个 在某些层面上 是经常给我们国家领导人提供决策的 有很多人称他为国师 上海社会科业院的副院长 坐在主题台上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德国是法西斯 我说你说的不对 本来我想说你说的胡说八道 后来我以前这样不礼貌 我说这跟法西斯有什么关系 邓小平同志不是有黑毛白毛吗 我说你要能把中国军队建设的像德国军队一样 你法东西都可以 对不对 后来黄仁伟就跌下来就不跟劲了 国家要走出去 我们军队应该确立这个进入意识 我刚才说我反对海军 比喻我们军队是长城 我更反对空军 说自己是长城 这一回司令这个 接见世界各国空军的这个来访 我参加这个演讲稿的起草 我就立足 坚决不能这么说 绝对不能让世界空军笑话我们 空军怎么能是长城呢 对不对 我觉得我们国家在这边前三十年 军队是保卫国家的生存 后三十年就是保卫我们的发展 未来中国军队 就要为我们国家争那个资源 争那个资源 我们清朝的时候丢了这么多的地方 对不对 直到新中国的时候 我们还丢了很多地方 丢了南海 丢了藏党 现在世界各国都在抢资源 我们没有力量在世界上多 我们总该把我们丢的地方夺回来吧 对不对 你夺不回来别的国家就要敲诈你 我们不能让一个让那个和平的诚意 把我们自己束缚住 我们要像正常的国家一样 行事 所以我坚决主张我们中国军队 应该进行远征性的改造 就能保卫我们的资源和远迎利益 不舒适革命 对一些小国可以输出安全 敢于迎接合理合法的战争